大家好 养君子兰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因为这个君子兰开花的时候 非常的惊艳 而且它的叶片还比较美观 平时不开花的时候 也能观赏一下它的叶子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叶片出现了非常灰暗 非常暗淡的这种情况 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灰尘堆积而导致的 平时把它擦一擦也能够恢复光亮 但是有时候并不是灰尘导致的 擦了之后它也没有恢复光亮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技巧 来让它重新恢复光亮就可以了 把两种水混到一起 去给这个君子兰的叶片喷一喷 那么它们就能够重新的恢复翠绿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微量元素水溶肥 这种水溶肥是能够增加叶片的光亮度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这个啤酒 啤酒能够增加这个君子兰叶片光亮度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那么两种水混合在一起 那么它们的效果就会叠加 我们把两种水混到这个喷水壶里面 先给它取上一两盖的这个啤酒往这个里面倒 再给它倒上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水溶肥 两种水混合之后 给它们搅拌充分的融合 给君子兰喷洒叶片的时候呢 要注意把这个喷壶调到雾化最细的一个程度 不然的话喷了水太多 那么这些水呢 就会顺着这个叶子流到叶芯里面 容易引起这个烂芯的问题 把它调到最细 给君子兰喷洒就可以了 两种水混合一下 用来浇这个君子兰的叶片 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能够让它的叶片油光增亮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